就在刚刚 强哥车上突然出现了两个小孩 还硬塞给他一万五千美金 要强哥送他们回家 强哥本来是拒绝的 但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 可才上路不久 女孩就说背后的车在跟踪他们 刚从监狱出来的强哥不想惹事 便主动给他们让路超车 没想到对方突然截断了去了 另一台车还猛地撞了他一下 还好强哥车技非凡 凭借自己多年的飙车经验成功化解了危机 强哥以为是自己以前老大的人 便开着车子拼命逃跑 可三台汽车很快就追上了他 还将强哥他们包成了脚 但强哥非常沉着 突然猛踩油门撞台前车 然后潇洒地突围了出去 可惜并没有完全甩掉追兵 他们仍在后面穷追不舍 蓝海眼神突然变得异常坚毅 并对妹妹说自己必须试一试 紧接着她的身体瞬间虚化 一眨眼就出现在了公路上 背后的汽车躲闪不及 直接就撞到了男孩身上 不可思议的是 汽车顷刻间就被撞成了碎片 但男孩的身体却是毫发无损 这时女孩又伸出手臂 控制刹车停止了车辆 随后又控制档位和油门 让车子自动开始往后倒车 强哥完全没搞清楚状况 对方车上的人却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还以为会撞上他 没想到车子却精准地停了下来 但强哥并没发现两个小孩的异常 追捕他们的人其实是国防部的人 他们企图将两个小孩抓回去做实验 可惜有强哥这个保镖在 他们不会有任何得手的机会 强哥将两人送到一处荒郊野外的房子 他们又做出了强哥看不明白的事情 将一个发光的设备放在酒柜上 酒柜竟然慢慢移动了起来 原来后面藏着一个隐秘的空间 进去一看强哥被禁的木凳口袋 里面竟然有一片茂密的丛林 可生长的却是地球上从未见过的植物 他们来到一个硕大的球体旁边 女孩取下项链放在上面 然后又将手伸了进去 并拿出了一个奇怪的设备 这是背后突然传来奇怪的响动 三人立刻藏进了丛林 强哥趁机向对方发动了偷袭 对方却穿着肩不可摧的铠甲 而且力大无穷 铠甲人又从手臂伸出武器 直接炸翻了两颗巨大的火焰 火焰在球体间迅速蔓延 随即整片丛林都燃烧了起来 就在他们拼命逃跑的时候 铠甲人突然袭击了他们 并试图抢走女孩手中的设备 可女孩一伸手就拿了回来 趁强哥与他缠斗的时候 女孩再次使用了超能力 铠甲人不甘接受失败 又从手中发射了一枚离子炮 虽然男孩及时关上了大门 但还是被震晕了过去 强哥赶紧扛起男孩 从小屋里逃了出去 随即又开上他破烂不堪的出租车 带着他们迅速逃离了这里 刚才的经历实在是太离谱了 强哥非常想知道答案 女孩感觉强哥非常可靠 便跟他说出了背后的真相 强哥一听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感觉他俩简直就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 女孩只好抬起他的手掌 车里的东西立刻全都漂浮了起来 强哥再次被震惊了 东西就这么漂浮在自己眼前 用尽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 也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这个女孩是个外星人 拥有隔空控物的超能力 费曼博士震惊不已 对他们的来历充满了好奇 男孩则拿出一个设备 启动后四周瞬间变成了全息投影 璀璨又美丽的宇宙星河 也立刻呈现在了众人面前 费曼博士彻底看待了 因为他毕生都在探索宇宙的奥秘 女孩说他们的星球正濒临灭亡 大气层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但地球的环境非常适合他们居住 他父母便在地球建了一个实验室 培育出了大量远古植物 这样就能活化修复他们的大气层 可军方却嫌这种方法太慢 准备直接占领地球 如果他们不能及时将手里的数据带回去 军方将立刻对地球展开侵略行动 这时那个铠甲人又出现了 他是军方制造的杀戮机器 是专门来猎杀两兄妹的 女孩怕他伤到人群 便立刻施展了超能力 刚解决铠甲人 又遇到了国防部的围追堵截 情急之下女孩又使用了超能力 所有的游戏机瞬间全部大满关 玩家们全都废调 而他们则趁着混乱逃了出去 强哥开着他的小黄车 带着俩兄妹拼命逃跑 但周围埋伏着大量士兵 为了尽快逃脱 女孩再次举起了他的神之右手 国防部几十台装甲车 就这样被女孩一只手全部报废了 他们来地球是坐飞船来的 可将落石与地面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之后国防部就介入其中 飞船也被国防部藏了起来 为了找到飞船的下落 费曼博士找到了他的好友哈兰博士 哈兰博士一生都在研究UFO神秘事件 飞船坠毁的事情他肯定不会放过 果然随便敲了几下键盘 就找到了飞船的锁在地 博士说这个地方非常机密 而且简直犹如铜墙铁壁 为了保护地球免受侵略 强哥他们还是勇敢地踏上了争承 没想到才刚走进乌山 女孩就被麻醉枪射晕了过去 紧接着男孩也中了一枪 这时大批士兵涌了出来 并迅速将四人重重包围 原来国防部的人早就发现了他们 强哥试图拼死抵抗 可惜很快就败下阵来 眼看对方人多是重 强哥便假意向他们示弱 还说不应该跟国防部的人作对 国防部见他比较实事物 便开车准备送二人下山 没想到车上两人一直争吵不休 费曼博士还删了他眼光 强哥趁势发难 迅速将两个卡拉米给收拾了 原来两人是假装吵架 顺利夺下了车子的控制权 可此时两兄妹仍处在深度麻醉中 马上就要被他们开膛破阻做实验了 强哥带着博士找到一个通道 顺利从通道前进了基地内部 他们躲在角落四处观察 终于发现了关押兄妹的实验室 强哥轻松放倒了两个守卫 然后又穿着研究员的防护服 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实验室 趁他们不注意 又迅速将几个研究人员全部打翻 可他们的镣铐坚硬无比 强哥虽然力气大 却怎么也弄不开 博士发现他们连着麻醉设备 便将气管全都给拔了下来 男孩很快就苏醒了 他控制身体的分子密度 轻松就穿透了镣铐 女孩则更简单粗暴 用超能力直接就将镣铐解开了 经过一番辛苦的搜索 他们终于找到了飞船的所在 但周围有很多研究人员 费曼博士立刻细经附体 一顿忽悠将他们全给骗走了 男孩则用设备启动飞船 舱门很快就打开了 就在他们准备进入飞船时 博防部的人又出现了 还用重兵重重包围了他们 男孩赶紧握住强哥的手 其他人也非常默契地握住旁边人的手 士兵的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向了他们 可四人就像铜墙铁壁一般 子弹根本就无法伤到他们的分毫 因为男孩将四人的分子结构全都改变了 这时一枚离子炮轰了过来 原来铠甲人来追杀他们了 士兵们调转枪头疯狂还击 可铠甲人不仅刀枪不入 而且武器相当厉害 此时男孩他们已经启动飞船 直接就将铠甲人撞飞了出去 虽然在隧道里遇到了各种围追堵截 但好在他们最后终于逃出了乌山 这时飞船发生了剧烈的颠簸 原来是弃闸卡住了 强哥自告奋勇地去维修 一只手却突然将他甩飞了出去 没想到铠甲人非但没被撞死 还顺着弃闸爬进了飞船 可怜的强哥被他揍得跟猴子一样 强哥拼死抵抗 一用力就将他的头盔拔了下来 凯甲人也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没想到竟是一张丑陋无比的怪兽眼 这时男孩穿墙过来帮忙 凯甲人立刻给了他一拳 但男孩却是不痛不痒 趁他愣神的机会 强哥对他发动了疯狂攻击 怪物却轻松接住了他的拳头 还将他狠狠甩了出去 随即飞船又发生了剧烈的颠簸 强哥不慎掉进了气闸 凯甲人迅速掐住强哥的脖子 将他死死掉在了空中 男孩拿起头盔狠砸他的脑袋 凯甲人又是一拳 结果直接穿透而布 强哥则趁机拉了一下他的腿 凯甲人失去平衡掉进了气闸 可他又趁机抓住了强哥的手艺 强哥朝他脑袋狠狠来了一拳 凯甲人掉进气闸终于领了盒饭 危机总算是彻底解除了 与他们告别后 两兄妹进入飞船准备回到自己的星球 飞船升空的景象壮观不已 时间非常短暂 但他们相信 未来一定还会有再见的机会